剛才我們提到管主委他所提到的黃金交叉 我們來看一下黃金交叉到底距離有多遠 我們來看一下8月的失業率 我們一路看到紅線的最後面 那裡是4.33% 但是主機總數所調整的GDP 去綠色這條線 卻一路到2.31% 不但是沒有交叉 不管在幾月份沒交叉 而且還漸行漸遠 各單位之所以會預測失準 說該升的沒有升 該降的又沒有降 原因在哪裡 政府到底該負的是什麼責任你認為 今天其實立委有提到一個 相較於黃金交叉的概念 我覺得滿有趣的 就是說他講所謂的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它事實上就是GDP不斷的往下 失業率不斷的往上 目前看起來其實已經是 過了死亡交叉的這個點了 所以它已經開始分離了 也就是在大概5月份上下那個地方 對 其實我覺得回顧 其實如果我們回想 最早提出類似黃金交叉概念的 其實是馬總統 馬總統633的一個說法裡面 其實就是GDP要到6 失業率到3 那根據我查了一下 根據這幾年來的發展 大概就是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失業率是到 GDP是到4.3 有跟這個失業率有往下降 有交叉有交叉過一次 有交叉過 對 那時候但是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前年是金融海嘯 是 那金融海嘯因為基期的關係 所以變成GDP可以成長得很高 那失業率那相較之下 因為產業的狀況變好了 失業率的狀況也下降 那時候是一次 這幾年來的一次黃金交叉 對 那所以我覺得 管主委現在提的這個黃金交叉概念 我想他應該是 除了國際的這些數字之外 預測數字之外 他還對今年的經濟 也許是因為他在推這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原因 他有一些樂觀的期望 那只是沒想到說 就是整個國際經濟情勢的不佳 那使得說 因為台灣本身是個很小的經濟體 那受到國際金融的影響很大 尤其是出口方面 那所以當國際狀況不好的時候 買東西的人少了 我們賣的東西也少了 自然我們的狀況就不好了 是 我們看到這個失業率 一路往上攀升 然後GDP像溜滑梯一樣 一路的往下降 這實在是這兩條線 看得有點觸目驚心 謝謝你